刚才我说了 我相信很多人和我心情一样 上周四的时候心情非常好 在这个聚集前疫情发生以后 流行病学调查 就试图找到这些源头 那么找到源头的工作 确实是很困难的 昨天中国疾病中心 也派专业人员到书南去协助调查 那么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 手里诊弹的病人 是不是源头病人 目前的话还不好判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